4月1日夜晚 摇滚歌手汪峰 17岁长女小苹果汪曼希 在社交网久违分享一则练舞视频 并艾特舞蹈老师社交账号 亲昵称狠狠爱住了 看似相当满意这位男编舞师的最新作品 翻看后者账号动态 发现他是一位资深编舞老师 尤其擅长爵士 韩团等舞蹈深耕领域多年 曝光视频片段中 小苹果身穿一件黑色吊带背心搭灰色工作裤 身材高调且鲜瘦 但力量感却十足 只见他与一位白衣小姐妹 在舞蹈室对镜随着轻快的音乐律动 不停舞动着身体 每个动作都刚柔肩济且精准到位 宛如韩团练习生意般 被汗水打湿头发的他 亦是不肯停歇 今年2023 11月25日 即将迎来18岁成人里的小苹果 出落的亭亭玉丽 舞官长相遗传模特妈妈葛惠杰 早在前年2021 11月 她曾在音乐平台 发布过一张单曲一批秘 如今舞蹈又小有所成 有望接一波闯荡演艺圈 加上大牌新妈新爸的加持 相信未来可期 其实关注小苹果的人都知晓 小妮子先前经常分享 自己的一些练舞视频 而且都是站在C位担任领舞 后来因为要忙于学业的缘故 才被破单的下来 相较于以往的跳舞画面 小苹果的舞技现在又精进不少 衣服随意系在腰间 一头披肩长发随舞蹈动作飞扬 心犯十足 据资料显示 2005年11月25日 生人的小苹果 本名叫汪曼西 小名叫西西 C宝 是内地摇滚歌手与模特女友 葛惠杰 婚内所欲之女魏领正 2004年夏天 恰逢欧洲杯足球赛 33岁汪峰 看比赛期间 与小16岁足球宝被葛惠杰 擦出爱火 后者未婚先与隔年诞下女儿小苹果 讽刺的是 为大16岁男友汪峰 产下一女的葛惠杰 因婚后 痴迷网络游戏遭男方 以不懂得照顾家庭为由 扫地出门 获得30万青春补偿费 但自动放弃女儿抚养权 由奶奶一手抚养长大的小苹果 后来跟着爸爸汪峰 与继母张子怡组建幸福家庭 后者为夫家诞下一女 醒醒 义子 自幼懂事乖巧的小苹果 在奶奶去世后 寄女的多才多艺离不开张子怡的功劳 母女两相处似姐妹 经常一同逛街购物 关系融洽 众所周知寄母难当 但客观说张子怡在这个身份上 算是无可挑剔 并未因自己子女而有所偏爱 就连一向爱找茬的恐怖前任葛惠杰 目睹爱女如今的优秀 一是坦言被张子怡折服称 她带的女儿确实比我好 17岁那年偷长静果 18岁未婚先与生下女儿 要问葛惠杰可曾有过后悔 答案是肯定的 但想到小苹果的幸福与将来 她一是心理释怀了 并透露与女儿并无联系方式 已失联数年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必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